各位大家早安 好 高兴我们今天要来 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公布YouTube影片频道经营 与LINE行销策略研习班 这个名称呢 YouTube影音频道经营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说 这样子一个主题 应该要怎样去跟各位推广 例如说我们公家机关 我们理论上应该会产生出 非常多部的影片 例如说不及团本如何下载的影片 你们做了吗 例如说如果我今天我身份证疑私了 可能就会有很多人要去相关的单位 办一些相关的手续 或者是良名证 如何申请等等 那应该有相对应的影片 为什么需要这影片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使用智慧型手机 他不是在上网去查资料 他就直接打开YouTube 他就希望透过这个YouTube里面的一个影片搜寻的方式 找到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在这个公布立场 应该要制作一些影片 然后来去思考如何制作这些影片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便利 当然了如果拿掉这个公布应用 其实简单的说我们做好的影片 要不要给人看 要吧 你会不会希望很多人看 需要 所以我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去跟你分享这个主题 所以我在课程里面 我会介绍你 我个人拥有一千八百多部影片的制作心路历程 然后如何让这些影片呢 可以让很多的人去观看到 还有就是观看次数如何的上升 这些全部都打开 让你们去了解 当然如果在这个设定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还要学会如何制作影片 既然是影片的影音频道管理 那影片的教学 我们又只能教一些免费的软件 举例来说 我会希望直接你从线上放几张图片 然后稍微剪辑一下影片就做完了免费版的 或者是使用什么Windows的MovieMaker 甚至PowerPoint 它都可以制作影片 我们影片制作完毕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希望发布出去给更多的人看到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像我的做法是放到脸书上面 或者是说透过Line行销 那Line行销是要花钱的 如果不用花钱的方式的话 至少你要设一个群组 也就是说您要跟民众产生一个互动的机制 这互动的机制 我这边我们使用的方式是用Line 当然也会谈一点点脸书的行销 毕竟现在全世界 跟广告最大最大的两大频道 就是YouTube跟脸书 不是Line 是YouTube跟脸书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边 大家只要知道说如何去把自己的这个YouTube影音频道 好好的去做经营管理 再来再透过另外一个社群网站 像例如说Line来去做行销 让我们把想要推展出去的一些活动事项 宣导可以很顺利的能够让民众之间产生一条线 而且是连接线 那这就是要花两天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课程内容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阳 就是我的电子邮件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您跟我询问 我之前我是在巨匠电脑公司 担任总公司专任讲师 就是到各公家机关教授电脑知识 那民国一百年之后呢 我觉得我应该还要有不一样的人生观跟视野 所以我又跑去国立阳明大学继续攻读我的学位 我比较喜欢从事一些研究啊 读书啊 教书啊 或者是把自己所绘的这些电脑的技能告诉我的学生 因此把自己的一些相关的电脑证照啊 还有就是说这20年以上的教学 我就把它整理变成一些影片 然后一步一步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分享给我所有的学员 大概教学的种类有46种 然后分别变成1800多部的影片 全部放在YouTube频道上面 就供大家来去看 我的专业是在 例如说 城市设计 办公室自动化 网页 美工 动画 甚至Office系列的 Word itself PowerPoint 还有像CRM Project 这些大概都是你们可以跟我去互相讨论 最近我在一直推的 就是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用从Excel的角度来去切入 如何做大数据分析 还有就是 希望就是说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 至少使用像Microsoft的Power BI 去看一看视觉化分析怎么做 还有像Table 这些都是我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去做推广 我就把这些的教学影片 干脆就做成放到YouTube上面 你看我在右边有FB 我成立了一个脸书分享 还有右边有YouTube频道 所以如果说等一下你们方便的话 请就加入我的YouTube频道 你就会看到 我几乎每天都会生产出一些影片出来 当然这些影片都是牵涉到一些 就是说电脑如何学习 最下面我也放了我的LINE 我的LINE 那如果说您是 就是打出真实的名字 我就会直接加你 那如果说你是英文的名字的话 我就会去对一下你们的名单 如果不认识我就不会去加 如果你加我脸书的话 你就直接搜寻我的姓名 我只要是看到这个人 愿意把自己的相片公布出来 这我都会加 就是如果相片也没有 好友也就是隐藏起来 这些人我就比较不会去加好的 好所以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